好,2月26日晚映画春秋 那今个星期就是我回来了 戴Gear就轮到Gear放假了 又是我Grace 和Thomas 那我们今天首先就不是讲金像奖 是,我们是不讲金像奖 因为大家金像奖应该都有看 而且我们对金像奖今年的提名是有些意见 所以我们决定讲金草莓奖 那今年金草莓的得奖名单 其实你可以说是评分春色 唯一有一个大赢家的就是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就凭着一部电影叫做Death of a Nation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华氏119 就是Michael Moore的新作 两部都是纪录片来的 拿出一个最佳演员 最差演员 还有一个提名就是 他和他自己一直以来的小戏性格 那就是拿出一个Word Screen Couple 即是银幕拍档 完全是这样都可以给他想得出的 这一班人 这个最佳银幕拍档呢 他很多时候呢 他的提名很奇怪 例如说 专利特普和电影里面任何一个演员 即是他有时候去很多奇妮的提名 例如有一套叫做Happy Time Murders 所以说任何两位演员和布公仔吗 是那个战争Madam抄公仔 在香港上过的 亦都很幸运地我是没有看过 但是亦都有不幸地有些影友看了之后 我就不听说 你真的不要看那部电影 这部电影就拿了一个最差演员 就是这个Melissa Maccaffey 是的 而且Melissa Maccaffey 除了凭这一套战争Madam抄公仔 拿到这个殊榮之外 Life of the Party 也是凭这一套 我在飞机上看了这套Life of the Party 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 就是说失婚的妈妈 因为失婚 所以她什么都没有了 她投靠过在读大学的女儿 然后她很想在大学上重拾她昔日 因为她有时候要生孩子 所以就绝学 然后她就要回到大学里 跟那些年轻女儿一起读大学 然后在期间又有一个小鲜肉 又踏上了她 其实整个故事是极无聊 而且很老套 又不好看 但是是正剧来的 笑剧来的 你说得很正经 其实是不正经的 类似是感人的搞笑片 但是看完之后 你完全觉得不感人 而且非常夹眼 所以我觉得今次 Melissa Maccaffey 是仗望所归的 但其实金草莓 大家都知道金草莓是很公道的 但是她都会颁回一个熟回大奖给 Melissa Maccaffey 就是凭着这一套 Can you even forgive me 这个叫大 她在香港亦做什么呢 大佬作家 是大佬作家那套 电影的提名 就是那个演出 所以她说 Melissa Maccaffey 今次是打和 即是 她亦都 虽然她演了这些烂戏 但是 今年同时亦都凭这一套 Can you even forgive me 拿了这个熟回大奖 你说同时拿最佳人最差 那时候 Sandy拿布洛 好像是同一年同时拿最差 和Oscar的 是的 但是那年没有熟回给她 没有熟回给她 很惨 所以 另外一套 今年 其实拿到这个至尊的金草莓多行大奖 就是这一套叫做 叫做 叫做 Hormis and Watson 台湾有照 台湾有照 它的译名叫做 福尔摩湿月滑生 是的 其实是搞笑版的福尔摩湿 但这套东西 在外国是劣平如潮的 除了拿着那些 Worst Picture 和这个Worst Director之外 还拿了一个最差的重制 重拍 续集 之类的 是的 是的 然后可以说回 哎 连Support Actor 都拿了 最差 南配角 反而是这个John C.Renery 其实这个 都是一个演员 不如这么说 我们看完整套电影的阵容 其实不差 为什么拍到那些垃圾出来呢 是不是太过胡闹呢 如果有机会 如果我和你坐长途机的话 不如看看有没有可以选择 那我们可以捱一下时间 是不是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Donald Trump 拿了两个奖 另外 就是他的选举经理 Kellie Annie Conway 都是凭珠的华视 119 就拿了一个最差的女配角 真的很棒 然后 这个我真的很好笑 所以我都要上去搜尋 是什么人来的 哦 原来是Trump Trump的竞选经理 之后 然后我们非常关心的格雷三 那我想着 今年会不会空手而回呢 是没有的 通常这些 就是最差三部曲 很多时他 可能去到最后一集才要 橫掃大掌 是爆烧的 但是今年爆不了的 是啊 我很失望 他只是拿了这个 Word Screenplay 哎呀 格雷他的影响力太低了 另外最后 就是华尔街狼群 也拿了一个特别奖 那个特别奖 就叫做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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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个 维基 我就看不到 这个奖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回去查一下 这个是什么奖 这个真是正 其实你看过 你都说不行 是那些角色 黑不争 所以其实 如果看完整个名单之外 除了得淡笑之外 其实你都看到 其实荷里活的取向 大家都很明白 荷里活是一个自由派 主宰整个影坛 不如这么说 所以我们看到 特朗普和他的竞选经理 都可以得到奖 但是呢 今年有一套戏 Greenbook 听闻Greenbook的导演 其实是Donald Trump支持者 是 这个反而我没什么留意 但是他也获得提名 但是我觉得他获奖的机会比较低 那他这一套就应该没有提名 那个提名是Redeemant Award 是的 Redeemant Award 是他拿回而已 是的 因为其实之前呢 他凭着那部Movie 23 是拿了这个金草莓最难看大奖的 其实你看回 Redeemant Award 都是很多名道 一些很出色的电影人 但是曾经也都是叉错了 就糟糕了 但是Thomas 你看到这些很有趣的东西 其实每一年金草莓所获提名的电影 都是评价非常之低 除了有一套 今年是看到 华士119 是的 就是Michael Moore 那套纪录片 我猜这套应该香港有机会会上 因为Donald Trump的纪录片 始终那个娱乐性 其实都是丰富的 虽然他很明显 还是很不中立的 还是 不如跟他的人一样 其实他的人都是充满娱乐性的 就是曬灯曬到一袋袋 但是他都整天走出来 还有整个Hollywood 我都这么说 自由派充斥住 根本就不喜欢Trump Trump这些人 是不是 所以就变了你 但是这套电影其实是日本有上了 所以我就奇怪 香港会不会今年电影节上呢 这个就是要 劉代的片公布了之后 就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去训练 我觉得机会也不大的 因为 会不会真的搞不了 艺术性其实不高 始终他都是属于一些 比较娃众取宠的 拍摄手法 电影节可能就未必购买他那一套 但是他之前上一套 用美猪出醒 但是香港是有上画的 有有有有 我有看美猪出醒 我有看 所以不知道 因为他的东西比较娃众取宠 以及容易入口 所以变了 我觉得观众群就会比较大一点 其实是 好 那说完这个 刚才我们说了 是一个自由派充斥的 一班出来的大奖 是啊 是啊 那我们今次说了一部电影 我们 都是由一个自由派的导演所拍 是啊 那其实今年这一部电影 是拿到 都挺多提名的 其实是 就是说这个 唯父不仁 其实看完整部电影之后 你 最初入场的时候 你会想 会不会是一些 寬落今宵那些 类似的 艺装剧集 即是艺装的趣剧 因为你要 许图不是正剧来的 其实呢 如果你有看过Big Shot 即是《孤主一宅》 即是这个导演 就是《孤主一宅》的导演 其实 你看完Big Shot 的话 我觉得这次他就没有 Big Shot 玩那么多跳叠 但是其实都有一些 脆味的成分在里面 例如 他会 令一些角色 用Shespier 那些方式来 讨一些对白 或者是有一些剪接的 就是有一些 Crossover 一些正式的 即是真实的 纪录片 然后搭进去 那套戏里面 但是他就没有 孤主一宅 玩得那么尽 他很多时候 都是用一个 很平实的方式 去说回 阿切尼本身的 背景 其实是 因为如果你就这样 看这套戏 那张poster 或者大致的内容 其实是很正经的 其实他是很正经的 整套戏 但是他在金球掌 他提名他 是放到喜剧和音乐 那个角色 金球掌整件事 都是奇怪的 其实整件事 不知道为什么 要把它放到喜剧 在这个金球掌的 最佳音乐和喜剧内 其实这套戏 是怎么说 是不是很好笑 其实我不知道 其实我看完 我反而觉得他是 用撤尼这个角色 其实是在反奉 就是在奉刺 特朗普 因为我刚刚也说了 自由派那么强的 Hollywood 怎会喜欢共和党呢 其实很少共和党支持者 如果你留意Hollywood 有 最近拍起那个 麒麟依少 那个 共和党支持者 保守派 但不一定 就算是共和党的人 其实也不喜欢阿特朗普 因为阿特朗普 实在是太 因为阿特朗普 如果我想说 我看完这套戏 我看完《惠富不仁》之后 我不觉得他里面 说过撤尼有多奸奸大恶 尤其是当你去到这个权位的时候 你一个这么有野心的人 如果他不敢做的话 其实你觉得是不成立的 其实政治就是骯髒的 而且他里面 我想说一遍 他很避重就轻 避了威克林顿 希拉莉 甚至是奥巴马 其实这几位人 在位施政的时候 都有一些事情 希拉莉 其实他和很多财阀都有联系 有关系 但他里面是避了 有一个电邮门事件 对了 那里面就是只说切尼 其实他主要就是说 迪克切尼 即切尼 他本来是一个乘一喝醉酒 一个废青出身的 但因为他太太变策他之后 他最后就发奋浦强 最初就在拉姆斯菲尔德 做他的手下 就一直慢慢爬上去 避逢制裕 遇到小布希 招揽一些人 去拍他做副总统 然后 奇尼就看准自己 因为奇尼本来是想去 去选总统 但他连共和党的初选 都不能够赢 因为他本来是不得人心 即是不得人心 那些人不太喜欢他 觉得他的野心太大了 其实 然后呢 怎料在这个这么好的时刻 他 大家都知道 其实小布希 其实是 没有他父亲那么聪明 其实他也有说 他说小布希是一个 黑羊里 在整个家族里面 但这个人竟然是做了总统 然后呢 他就 里面说 总之就是 他跟小布希 交易的时候 他本来 他也说了 历任的美副总统 其实是没有权力 只是虚权 但是 在小布希 他跟小布希 交易的时候 他是拿了最大的权力 在小布希身上 所以 历任的副总统里面 是拿到最高权力的副总统 所有决策权 所有部门 都插了他自己人上去 小布希 其实等于一个傀儡 即是就算 那时候出现了911事件 历任的 历任是一个 对他来说 是一个契机 他是可以乘机打 依赖客 他里面是说了这件事 其实是 然后就说他 如何一步一步 甚至连家人都可以 因为他的二女 Mary 其实是一个同性戀者 但是 你也知道 共和党是一个很保守 很保守的 正台 即是 他本身是一个保守 因为他要拿保守票 他甚至连大女 List 都招揽了 入局里面 但是List 如果要竞选一些 那些州议员的话 他一定要跟妹妹说 清界线 因为他说 我妹妹是同性戀 我没有理由支持同性婚姻 我是反对同性婚姻 他甚至是 最后跟大女说 其实暗示他说 如果你要去到这个位置 最初他都可以避免 不要伤害到她的儿女 但是到后期 他都说 如果你要去到高位的话 甚至你一定要牺牲回家人 其实故事就是说 整部电影就是说这件事 今天里面有些很有趣的 其实他用一个旁术人 是一个普通的军人的旁术 用一个旁观者去说整件事 为什么会是这个军人呢 因为后期会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军人会知道这么多 一个普通军人会知道这么多切尼的东西 其实那个设计是挺巧妙 挺有趣的 你在想 哇 就是 是阿当麦奇才想到这些绝核的东西 然后 Kristen Biel 为什么他说 这部电影里面会演得好呢 因为最初 年轻的切尼 而且他刚刚进入政府的时候 他的起路是形于式的 其实是 但是当他越位高权位的时候 他是越来越没有表情的 很多时候 很多 很多 整个人很内念 就是阴沉 你是不能够摸透这个人的 Kristen Biel是他做到这一件事才很厉害 另外 你一定有好一个演员 没理由整部电影只有一个演员出色 其实再配上其他演员的话 整部电影合起来就会更加好观点 但我想说就是Amy Adams Amy Adams一向都好气 她就是饰演她太太林欣 林欣其实本身是一个出身家庭 不太好 她爸爸遇走 就经常打她妈妈 甚至她妈妈最后很莫名奇妙地死了 那林欣他一定要嫁个老公 她嫁个老公 她说我一定要老公出色 要有用 我不要再活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要出人头地 事实上 真实的林欣她是一个演讲家 作家 其实也是一个身兼很多职位 一个女强人 然后之后 因为有林欣的鞭策 所以切尼斯慢慢爬到越来越高这个地位 之后就是 飾演拉姆斯菲尔德她师傅的史提夫卡维 史提夫卡维 史提夫卡维很厉害 如果你看回拉姆斯菲尔德那张照片 再跟史提夫卡维的相对比 你真的觉得两个人很相似 甚至其实拉姆斯菲尔德的气氛很重 因为她是切尼的师傅 她教切尼说你做事一定要冷酷无情 而且这个人很毒舌 而且她是非常冷酷 但是她没有想到她教出来的途徒 是比她更冷酷 更加无情 那也好 下一个就是 心罗维飾演的小布殊 她说 把小布殊的母脑 完全发挥得不尽致 因为小布殊的小动作 因为小布殊的小动作 她会经常发呆 霜目完全没有焦点 她是做得很像 尤其是她常常坐在那里 那些动静 你完全觉得很神似 她捉到很神似 所以初初踏入去的时候 是否又是那些人物传奇 不是的 其实她只不过是把她的特点放大 来看 其实戏里面就是说 一个人 一个野心家 怎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一路一路一路爬到很高 那好像说 戏里面最 那时候的契机就是什么 911 因为其实布殊 就算是老布殊 其实布殊是很厉害撒达姆的 是啊 他那时候是打不到伊拉克的 那又呢 在911件事出现了之后 切尼就看到一样 因为其实小布殊是没有用的 那时候 他完全是躲起了 因为其实 那又之后呢 他看到的契机就是 喂!我可以用这个 藉口去打伊拉克 但其实如果你有回记者 大家都经历过911 我很记得那时候 其实大家的报道是说 喂!其实呢 没有 其实不关伊拉克的事 由此到中都是 拉登来的 但是他们是没有你拉登 就走去打伊拉克 就说伊拉克有 就说有些大杀伤 是的 但其实到最后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 反而他是坐大了 ISIS 因为他没有理他整年 那班人已经在那里 存在军 即是存在一大月兵 打了 阿富汗 其实就是这样 那里面就是说 他说服了阿小布殊 说 我和你都这么争 伊拉克 这个是契机 我们可以打伊拉克 但是他是把 ISIS的创办人 把他放到底 不要理他 那就搞到 搞到这样 然后呢 在他上位之后 他是 找了一间 传媒机构来做喉舌 大家知道哪一间 Fox 就是 Fox电台 那里面也穿插了 Fox电台很多时候 在一些重要的 决策的时候 他会在传媒里面 發揮到一些作用 令到很多市民 或者一些普通人的 noise影响到 所以他里面 但是你一看的时候 你会想一件事 就是 你是不是整个人 是说 Cristian Beale 他都说 我在演一个魔鬼 其实他是不是一个魔鬼 你只不过 你见到一个人 他很聪明 他能够 在一个那么 适合的时机 去做他所要的事 他所找到他要的权势 我刚才听你这么说 其实他又不是奸 你违政里面 你上到那个位置 你一定是 拿到尽的 是的 你说得对 香港那些 那些民民 X 议团的议员 个个都是这样的 根本是 你香港政府 个个都是这样 我不觉得有问题 好像在电影里面 他说 切尼上了做副总统 之后 是西走老布殊 那一班人 然后插好他自己的心腹 其实你觉得 我觉得英文说 有问题 但是个个都是这样做的 个个都是这样做的 其实你 只不过 他将整个制度扭曲了 现在是说 尤其是 当那时候 911出现了之后 切尼是 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律师 写了 写了一个 酷刑 就是说他可以 就是 那个 怎么说 审判 审问 就是去酷刑 去招 去招供 但是他就不在美国的 他说 去那些关于的魔监狱 是的 就是去到有这么远 得这么远 你要在那边 要在离开美国的地方做 这些事情 就是在古巴附近 做监狱 然后就困了下去 关塔拉摩监狱 最出面就是 有一些在古巴 或者一些不知什么 伊朗的地方 就绑架一些 他们怀疑是恐怖分子的人 就再加以审问 但是不要在美国境里面 所以他说 就不会影响 就联合国那边就批 可以过到骨 另外 因为其实 赤尼本身 他有很多公职 就是他那时候 没有做政府 就是他下台之后 那时候 小布船 还没找他做 副总统的拍档 他本身都是在一些 油公司做的 其实 大家的公开秘密 共和党是亲油 油国的 就是油商 油商 槍商 那些 那些 其实 你如果再想回 其实民主党是否真的清白 没有 当然不是 只不过 你踩在亲边的有钱 他在里面有一些是挺有趣的 就是说 因为呢 其实那时候 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那个部门的人 监听 你才可以进行整个会议 然后呢 之后呢 他呢 找了一个很低职位 就是进了职三个月 都没有一个小孩 坐在那里 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然后带着个耳筒 你什么都不要 你就坐在那里 他们就是和油商丢了 他们就是 而且切尼那时候 是做什么呢 是将一些很重要的邮件 是 切封了 所以呢 是没有记录的 他说那些 他们跟他们来 甚至是那时候 对伊拉克的 决策的 电邮呢 都是没有了 美国原来都是没有档案法的 全部没有back up 是 他是做到 他那个律师是可以 找那些IT部门 所以其实到现在 他说呢 是一个空窗期的 那时候是 没有了所有的电邮 是不知道 为什么那时候 会决策 会打伊拉克 所有的事情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 呃 其实 你看 你会觉得 切尼真的很奸 但是 从政者就是这样 你就会再联想到一件事 就是Trump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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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其实他以股奉金 就是说Trump Trump 现在就是 比切尼更加一蓝拳 这个人更加右翼 更加想到右 偏向右那边 偏向右方面 还有呢 他呢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有留意一件事 其实 共和党呢 好像撤离这一班人呢 不喜欢Trump Trump 为什么呢 因为 撤离他的出身 不是有钱仔 他是爬上来的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Trump Trump是什么 走出来的 有钱仔 他根本现在管整个美国 是当一间公司 当一间公司的营环 就是他如何在不同国家之中 就拿到一个最佳的利益 中美贸易的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一班 如果你有留意 二五金的新闻 国际新闻 你会见到 其实那班 比较 比较首旧派 应该是 比较年长一点的 共和党人 其实是不喜欢Trump Trump 最近特朗普遲些 在越南见面的金正监 是啊 其实 如果你给辞尼这班人 或者拉姆斯菲尔德 那时拉姆斯菲尔德 最出名是鹰派 他是很鹰派的作风 他特意管军队 然后出事后 大家都知道 打伊拉克 其实这个仗 是不需要打的 切尼呢 就找一个人制旗 要找谁呢 就是拉姆斯菲尔德 就是找他的恩斯出来 你辞职 那你才能挽救整个群人 要不然死定了 我们整个国家倒下了 但是最后 都是因为伊拉克战争 而令到共和党要倒台 要换了民主党上去 换了奥巴马上去 其实他的故事就是说到这里 但是呢 他后面有包交的 其实呢 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不要一出撈领 就马上走 其实呢 他出了 阿克战争的名字之后 的字幕呢 突然间有一段短片出现了 那段短片呢 就是说呢 其实呢 他会找一些 就是好像电视台 会找一些人来听 就是来听 就是来听 不是电视台 就是好像 其实一个政府 一个政府 会有一个部门 就是找一些市民来 好像开 好像brainstorming 这样的 就开个会 就是我们会有个这样的 你们会有什么意见 但是这个不好笑 他是放了这部电影给别人看之后 然后呢 一个呢 在共和党之前说呢 喂 呃 这部电影 摆明是为自由派说汗的啦 不停抹黑共和党 他说 你是不是自由交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自由派之前说 不是啊 他说了你真的这么坏 你们真的这么坏 然后打架了 他们两个 那之后再照 他那个是做出来的 其实是做出来的 是包交而已 然后另外呢 再拍着一个两个女孩呢 就在那里说 喂 呃 穷野时速第八集 就来上了 我想看这部多点啊 那就是其实他会告诉你 就是 人民心态是怎么样 人民心态就是这样的 要么就是很左 要么就是很右 要么就是什么都不理 是啦 这就叫做包交了 所以导演呢 在最后都会拍一段短片来 包交 其实我不是一个自由交来的 那是不是这部电影 是不是自由交 那么见仁见智啦 那但是如果你说 我能否享受 其实我都 我都很享受看这部电影 因为我听你这么说 其实这部电影 其实信息量也多 很多信息 而且它很清晰 因为Big Shot呢 其实它都是不停地在讲话 不停地拋一大堆 那些金融术语的资讯 这个就会容易看过Big Shot很多 我觉得这部电影 因为它本身呢 它focus一个人 Big Shot不是 它是整个制度 整个金融制度 然后带很多人物进来 但是这部电影不是 这部电影如果你是 本身你对美国 即是那段时间的历史 尤其是小布殊那个政坛 或者你经历过911 你看的时候你会有一些 我觉得你会 你会有个底了 那你又看的时候 其实你会 其实好像在电影里面都说 喂 其实这部电影呢 他开始是说的 他说这部电影是一个真实故事 但是呢 切尼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人 是很难找到这个人的资料 或者是他以前的资料 但是我们已经是fucking 我们已经是fucking贴近的事实了 他都这么说 又是前面爆架 但是里面有多少是真 有些是假的 其实都会给你观众自己衡量 但是如果以戏的娱乐性来说 其实我觉得娱乐性是豐富的 这部电影是有趣的 133分钟你会觉得不长的 因为你看 因为他用一些手法很活泼 其实是很 好 他会 他又不是说很正剧 但是你说是不是喜剧 我又 我真的说不到这部电影是喜剧 其实是有点奇怪 所以我就是说他今年那个画分 但是你说 看演员的表演 你真的看那班演员已经足够了 是很精彩 所以看这部电影我是享受的 而且我也明白为何克里斯坦比尔会受到这个提名 但是那时候他说一个笑话就是说 他之后呢 他跟这个Gary Olman 聊天 是是是 然后他去问他 喂 其实你做了优吉尔增肥了多少磅 我不用 然后他说我不用增幅 有特技化妆这件事 因为克里斯坦比尔为了拍摄 是增幅了40磅 然后他现在说 身笨 然后说我以后都不会再增肥了 大家都知道克里斯坦比尔是个脏皮人 一时肥一时瘦 但是我也希望 因为其实 对比来说 我觉得他呢 会是比 就是做queen 那个 queen 那个好很多 因为他是难演的 其实 因为他去到后期 其实 因为其实 他讲年轻的切尼其实是不多的 很多时候都是后期 他要用我眼神 因为这个人是起路不形于色 是很难演的 有些是很难演的 你会演一个这么阴沉 这么深思细密的人 其实是不容易演的 如果演得不好 就会沦为一个没有表情的角色 但不是的 这个电影里面 克里斯坦比尔哥 比你的气场是很强的 就是 所以 唉 我不知道 我很喜欢Amy Adams 但我觉得Amy Adams 撑着一些魂 撑着一些魂 如果没有Amy Adams 跟她沉托到 是失色很多 因为Amy Adams 那么强势的老婆 才能够出到一个这样的老公 那好吧 差不多就说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女性天下 好多了 耶